10月14日 香港自治法生效90天 美国国务院按照规定向国会提交了首份评估报告 列出10名中港官员违反基本法 破坏香港的集会 言论 新闻自由及法治的被制裁理由 并正式警告国际金融机构 不要与他们有业务往来 否则可能受到二级制裁 那么和他们往来的这个银行也会受到制裁 这个就是延伸制裁 这延伸制裁实际上就是如果人严格执行 这些制裁对象的全部经济活动就都必须停止了 报告还列举了10人的罪行 其中林郑月娥是香港国安委主席 监督国安委工作 她还引用紧急权力限制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 包括押后原定今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一年 但炳强领导的警队则在港区国安法生效的24小时内 拘捕至少10名民主派人士 一旦上了这个制裁名单以后 他们就会收到他们原来这个 包括他们存款的银行 这个通知 请他们这个到银行去办理终止这个银行业务 不然的话这些大的银行 比如讲汇丰银行什么 他就会害怕就是美国这个制裁 就是说会把这个战火引到他们的头上 美国等于说在这个制裁现场这些金融机构 和制裁像港府官员这上面 现在可以说走得更加仔细更近的一步 你可以说把这个套在脖子上的绳索呢 更加加紧了 其实实际上对这个 对现场政府对中共来说呢 就是一个加大了的压力 让它这个制裁非常细致和明确化 有消息说 中资银行可能为了中共的政治正确 向这些受制裁者提供服务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 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事实上中资银行为保全自己的利益 早就开始与这些被制裁的港府官员切割了 纽约职业律师叶宁表示 中资银行如果与这些被制裁者进行经济往来 一旦受到美国的延伸制裁 它就没法和其他国际银行进行银行间交易 据了解 今年8月份 在香港设有分行的中资银行 开始配合美国制裁 以确保获得美元的渠道 另外 在美国香港有业务的中国大型国有银行 包括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等 也已开始遵守美国制裁 新唐记者陈翰、李明、葛雷采访报导